尽管美国新一轮的乌克兰援助法案仍在国会卡关 且基辅的军队面临弹药不足的问题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今天承诺 美国不会让乌克兰败战 民主党籍总统拜登提出的600亿美元援武法案 一直以来都因共和党籍国会议员的阻挠而卡关 当局警告近日绕过国会提发的3亿美元军援 仅能维持数周的时间 法新社报道奥斯丁在德国拉姆斯坦空军基地 举行的乌克兰国际支持者大会开幕时中表示 美国不会让乌克兰战败 我们仍会坚持提供乌克兰抵抗克里姆林宫侵略所需要的资源 本月12日白宫绕过国会和共和党人士 宣布对乌克兰提供3亿美元的军援 奥斯丁指出这笔军援资金来自国防部 最近采购的省下的成本 奥斯丁说我们只能透过采购合约中亿万省下的成本 来支持这项需求恐奇的军援方案 截至目前美国仍是乌克兰安全援助的最大捐助国 自2022年2月以来 华府对基辅承诺的军援已达到了数百亿美元 另一据路透社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宣布 俄军已占领乌克兰东部盾内刺客地区的阿尔利夫卡村 当地距离俄军上月占领的阿弗迪夫卡约9.5公里 乌克兰参谋总部今天稍早则称 乌克兰在阿尔利夫卡附近击退俄军的9次攻势